今天的阿公阿嬷当主播单元 邀请到夏城社区发展协会的蒋台花 及曲永凯来播报新闻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大家好,我是主播蒋台花 夏城社区在281项打造了一面砖雕墙 构图是以柚子树来呈现 主题叫做烘焙异项 希望借此推展社区 已经成立相当多年的烘焙产业 面包、蛋糕、牛角、昂骨桂等美味可口的点心 全都变成了砖雕墙上的主角 正面砖雕墙是夏城社区 最近在281项项洞内全新打造 整体构图是以柚子树来呈现 主题叫做烘焙异项 是由夏城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陈彦凤所发想 他表示夏城社区发展协会 成立烘焙班已经有相当多年时间 享有名气 为了能够推展社区特色 因此将社区烘焙产业图像 变成了专条艺术 镶嵌在社区巷弄中 为了要推销社区烘焙班的那些食品 那就是因为要增加曝光率 只好用 我现在是申请后面的这一块 是文化局计划案里面的 来跟各位讲 就是说我社区有这个班 如果有人喜欢的也可以来上课 然后如果要想订的 订柚子面包或是面包类的东西 也可以来社区跟我们老师订 而夏城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林真子 也亲自参与这次专雕制作活动 他希望这面专雕墙 可以成为社区一日游的解说图 为社区产业创造效益 因为要有这个印象 让他们好像在贴在这个墙壁上 让他们有一点印象 看到了 我们这里要烘焙 要做什么这些成品出来 以前还有红菇粿 还有七角粿 还有什么这边面包 什么种种的 艺术家陈锋显则期待 结合了专雕艺术 能够为夏城这个老旧社区 注入新元素 让更多人看见夏城丰富的人文内涵 七十多年被政府列为禁建区 维持它一个很淳朴风气的社区 我感觉这个社区有它的味道在 本身也是这里的里民 我就把这个老社区的氛围 跟我的艺术结合起来 夏城社区目前已经有石头面 专雕墙 专雕艺术不仅打造社区新风貌 也凝聚了居民的相信力 更丰富了夏城社区的观光资源 记者是名正门奇 新店采访报道 大家好 我是主播许鸿凯 新店夏城社区利用闲置空地 批建了一处可石地景 并邀请重光社区大学老师来上课 教导植物栽种的知识 让可石地景的成果相当丰硕 绿油油的可石地景是新店夏城社区 近期来的心血成果 而这片看起来相当疗愈的可石地景 之前却曾是个脏乱点 经过了社区努力 现在完全截然不同 新店局长林黄元 在可石地景收成的这天 一起来分享这丰硕的成果 和阿公阿嬷一起拔菜 甚至还当场生吃青菜相当开心 整个一个生态 这个非常的丰富 那个所种出来的这些菜 不只是可以观赏 非常的疗愈之外 他们自己在食用上也非常的放心 像周边所种的这些桂花 他们讲说桂花 以后那个他们长出来这个花 也可以再来做什么桂花量 等等之类的 真的非常好 我看这些大哥大姐 玩得非常的开心 夏城社区发展协会 总干事陈彦凤表示 由于社区内长辈多 一直以来都有规划各种课程 这次结合从光社区大学 可石地景课程 让长辈和社区妇女 对于栽种有更多的认识 也让居民多了一个相互交流的天地 种菜不是只有一种方法 很多种方式 那之前我们在做的时候 当中有位阿伯就是说 我们把那个蔬菜烂掉的 把它倒在第一层铺的是 用那个方式 他以为我们把不要的垃圾丢那边 经过我们跟他叙述之后 他才原来是说 种的种菜的方式有很多种 感觉到非常的好 因为全部都是用天然的肥料 不加任何的农药下去 处理的 所以这个菜看起来又新鲜又大 感觉的很好又没农药 又有机的菜 总干事陈彦凤指出 透过不同的课程学习 可以增加长辈走出家门的机会 减缓老化 对于身心健康都大有帮助 而现在又有了这片户外的学习基地 以环保方式进行栽种的可石地景 不使用农药 种出来的青菜新鲜又可口 还兼具美化环境的功能 不仅为社区增添了几分风采 大家欢喜收成更是成就感十足 记者陈小淡 张芳琪 新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